嗯,谢谢你们支持,要继续哦! 指出,集团旗下上有人民币19.86亿元,约薪台币87亿元的土地增值税和相关质纳金尚未被偿付,公告称,土地增值税的质纳导致集团于2023年6月30日出现交叉违约,交叉违约的借款本金为人民币42.32亿元,利息为人民币1057.6万元,此外根据大陆税收征收管理法, 当地税务机关可能采取其他强制措施,包括但不限于扣押、查封、依法拍卖或变卖相关物业。 继毙贵源后,中国又再度发生了地产商财务爆雷,到底这会不会引发后续的骨牌效应以及即将会发生的金融风暴呢? 欠函都会为大家持续追踪,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。 以上资讯仅供参考,科新闻我们下次见咯! Goodbye! Goodbye!